最近日本做出了一篇关于核武器数量的统计报告,据统计,2018年全球的核弹投数量将2017年已经减少了大概450mL,而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美俄两国签署了新缺点战略核武器条约。 从该条约生效开始,这两个国家都在减少自己的核武器固存量,但是尽管如此,美国俄罗斯两个国家的核弹投数量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很多国家,其中美国大概拥有6450枚核弹投,而俄罗斯则拥有6850枚。 要知道全球核弹投的总量才有14450mL,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占了很大一部分。 报道称,除了这两个强国以外,核弹投数量排名第三的是法国,大概有300枚,而紧跟其后的就是中国了,大约有270枚核弹投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,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数量一直在增加,目前已经拥有140枚左右,并且具有关数据显示,巴基斯坦现有的核原量足以支持上千枚核武器的制造,因此,说巴基斯坦是潜在的核大国,一点也不为过。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,如果把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核弹投数量加起来的话,400枚的数量足够超越限居第三的法国,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两个国家对于核武器的使用原则是不一样的。 对此,有关军事专家指出,目前巴基斯坦已经具有了足够强大的核打击能力,比如它们拥有成系列的中进主战斗导弹,同时还有射程最远的沙仙三型导弹,而后者的射程甚至可以达到2500到3000公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。